我觉得香港台湾的青年呢 比较符合你们刚才讲的那个 就是社会竞争的欲在降低 这个降低的大背景是因为没法竞争 社会的环境的这个秩序固化 买不起房子 不可能我再多快几步也买不起房子 拿不到好成绩 我改变不了命运 那就随缘吧 我觉得香港台湾的青年人 这种状况会比较多 你给分数以前分数一个A减个B加 他给你争的面红耳赤来上诉来投诉 现在有时候他们觉得 就这样就是说有正面有负面 不过那地我觉得好像还没到这样一个 我觉得要开始了 为什么也会开始 也会开始很明显 你比如说因为我们刚刚讲 如果说我们现在其实佛系这个词 很难归类出一个很调理清晰的 说大概包含哪几点 我们现在大家只是模模糊糊的 好像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假设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说它为什么出现 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你刚才讲的 就是社会上面越来越多年轻人 他之所以觉得没有竞争的动力 或者所谓的传统我们所讲那种力争上游 要改变自己的欲望 主要是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了 他改变不了自己 改变不了自己未来的轨迹 他去争什么呢 假如那个争的那个窗口就那么窄的话 你比如说八十年代的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遍地是黄金 遍地有机会 然后到了前几年也许还有 当然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会幻想 我会不会是下一个马云 对 也有马戏的 其实我看到身边年轻人很 这个叫马家戏 你这个是大生活大姓 戏诸马门 马云 马化腾 马家辉 马卫都 马戏啊 我还是觉得说 刚说的那种年轻人的现象 他们很喜欢在生活态度上面 引用佛家的那种金句 英国了 什么事都是一种修行 什么随缘 不要太执着 无常嘛 甚至一些禅的公案 那么不是风在动 不是旗在动 是心在动 用这个呢 有时候认真 有时候调侃 生活上面所遭遇的 挫败也好 什么都好 不要这样说 这都是空了 虚名了 这是因果 因缘 有那种倾向的 不管认真还是游戏的 年轻人呢 一般就说佛系 他要用那种佛教的语言 来玩 来戏弄 那种叫佛系 当然除了说 因为现实社会 你再怎么争都争不到 或者说很挫败 看不到出路 我觉得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理由 是什么 他们都是玩 网络游戏大的一个世代 是什么呢 我碰过蛮多年轻人 我跟他们讲大道理 你分数要做好 房子要买 这个要买 讲到最后 讲到我积极都快哭了 他看见我说 So what 然后他们说 最大的满足感 成就感在哪里 就是游戏 游戏里面 那个对他来说 真实真意假 这个真的东西看不过 就进入了一个虚幻的世界 在里面获得真实的快乐 你可以说是因为看不过 那个生意很大的 你可以说是因为现实看不过 跳进去 也可以说因为他们别忘记 从三岁 爸妈就丢了手机 别吵别吵 妈妈也在玩手机 玩手机 他们是这样长大 其实呢 现在就是说 比如说大陆青年 说开始说有些佛系了 有些什么了 其实呢 你要相比而言 比如说在台湾 台湾的父母亲呢 现在经常着急的是 觉得你看人家大陆的孩子 野心勃勃 痛 我现在发现呢 这个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日本社会 就很多他们的中老年人呢 忧心忡忡的 就是说 这个孩子没欲望 没有干净 对这个孩子没有欲望 日本最明显的 你跑去看 这个年轻一代 就没有野心 你知道 我最近跟你说 我最近粉一个 北野武 大导演 日本的大导演 我就觉得 他这个人说的有些 说的话特别生猛 说真话 他就对他儿子很失望 他说我这个儿子 他说我挣了钱 要买跑车 我至少有三辆跑车 我有这个欲望 他说我儿子 跑车看都不看一眼 他说我儿子就去排队 他说我最瞧不起的 就是排队 他排队干什么呢 排队吃日本拉面 那就是他儿子的满足 他说跟着一大只 小确幸 跟他一人排队吃拉面 北京现在街头的排队 是抓娃娃 对 我看到人抓娃娃排队 然后你看他的观点是 穷到没饭吃的年代 才是真正有机会 一飞冲天的年代 他就讲 他说这个 就现在的日本 物产丰饶 社会组织 固若金汤 在这种时候 别想当什么枝田信长 或者风尘秀吉 他就说 他说这个 这个这个 现代的父母 也差不多 都感叹年轻人 没有远大的梦想 但实际上 不是没有梦想 是看不到梦想 我年轻的时候 总想开保时捷 当时我爸妈那辈 连辆破车 破旧车 都很难买到手 所以呢 我不相信自己 会有这么一天 但是呢 我还有这个梦 你发现没有 就小时候 什么都没有的 包括像我们 我就觉得我欲望很贪 我就觉得很贪婪 包括贪婪知识 都贪婪 你小时候什么欲望 等一下来交代一下 什么都有 这女老师的欲望 你看这是一个 日本的这个中老年人 对日本年轻人 因为他们非常了解 社会已经僵化 自己根本不可能翻身 这件事情没有好坏 纯粹是现代年轻人 固步自封 认为那个豪华的世界 跟自己无缘 甚至根本不存在 大家不一定是 要当宅男宅女 但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不想去看 其他人的世界 所以有鉴于此呢 北野武老人 最近你知道 拍了一个广告 我觉得反映 日本老一辈的人 对年轻人的这种激励 就是说 你怎么能不想挣钱呢 你怎么没有欲望呢 你怎么不好好干呢 有一个组织叫百人团 他已经多年了 在中国跟美国之间 做民意调查 最近一次呢 他们这个负责的人 还拉我一起去 到那个亚洲协会 金钟那个亚洲协会 讲这个调查的结果 其他详细不讲 有一条数据 我印象最深 他问中国的年轻人 跟美国的年轻人 很大数量的 你的人生目标 最重要的人生目标 是什么 在美国呢 百分之四十几 将近百分之五十的人 说是有一个 Happy Family 就是我有个幸福的家庭 其他的 事业成功啊 什么赚钱啊 什么什么 都是很低 都是低于百分之二十的 那一条是最高的 中国呢 也是那一条是最高的 Happy Family 但是紧接着就有一条 比方Happy Family 是百分之四十八吧 紧接着有百分之四十五个人 要Rich and Famous 有钱有名 这个一个美国人呢 他就解释不了了 他说一个社会 Rich跟Famous 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达到 一个社会一半的人 想要有名跟有钱 那个他们 当然这个翻译上 有文化误差了 他的这个Rich 在我们中文来觉得 我们就是发财 而发财是很多人的梦想 而在美国人的概念 这个Rich是 是很有钱 很有钱的一个概念 但是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这是值得忧虑的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 一个社会 如果过半的 一半的年轻人都在想 都叫马云啊 都要这个网红啊 张子怡啊 范冰冰啊这样 那这个社会是要崩溃的 在社会学的角度 我是搞社会学的 我有发言 可是让他先讲完 但我后面一句没讲完 但作为个人的一种激励来讲 你刚才北野武 正式号召这样的 就号召啊 所以这个在某种程度上 今天中国之所以发展这么快 很多人就把它列作 是成功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们的 这个弱势群体啊 不甘于弱势 都想着要 要奋发 上下嘛 奋发上下 这个是过去30年 成功的一个原因 你批判 我不是批判 我觉得说 因为子东你刚刚也说的对 每个人对于什么叫rich 而且有钱 定义不一样 定义不一样 假如真的从社会的 比较的角度来看 我会这样看的 假如那个调查是可靠的话 很多年轻人都希望发财 发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是比较 他们想发了财之后 要做什么 而是假如你发不了财 所遭受的待遇是什么 我举例 比方说在美国 假如你不能说名城立宗 我要你当个小康基家 或说基小有个房子 我们看美国电影也看到 好像是说 我经常看到 我就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就很嫉妒 不是那电影 明明讲的人都很穷吗 怎么住的地方比我大 小花园 那个厨房都这么大 对 至少是80平米 我家还住50平米 在香港不发财 是住不到这样的房子的 然后呢 当假如在美国以外的地方 比方说香港 当你作为一个没有钱 甚至穷的人 或者说 不要说穷 一个普通人 你所遭受的委屈 是无比的委屈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千方百计 要赚钱 不然的话 我太惨了 我非常同意你这个解读 就是说 在一些社会里边 成功是特例 不成功是常态 而这个常态 大家是可以接受 而在中国的 至少一定的阶段 一定的范围内 必须成功 不成功 你就非常惨 所以这个才压成了 现在佛系变成一个奇特现象 我觉得 我们当然会看到 你看 别人都不努力 就赚到钱 我努力有什么用呢 那这种情况 是不是真的会让他退回去 干脆追求小确信 佛系了 可能有部分人有 那我觉得说 其实我们应该高兴的 别忘记 那表示我们过去30年 全世界好多人的努力 有效果了 别忘记New Age 60年代之后 一一波一波下来 环保 各种的动物权益 价值观 追求生活里面的人 跟私人的结合 你别说什么 Steve Jobs 去世前 对不对 大家很感动的是说 他很后悔 很后悔这辈子 没花多一点时间给家人 没花一点时间 做他真的想做的事 总是赚钱工作再工作 那这些种种的意识形态的冲击 产生的作用不是很好吗 年轻人很好 我们非常高兴 我完全同意 对啊 但是不矛盾 你说的这个让我联想到 就某些就有佛系的这种说法 其实反映的是价值观的迷茫 说实在的就是 你比如说刚才就像 你说到日本 我就是说 北野武他就会觉得 就是说 这个今天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孩子 他不是说没出息吗 他没出息 他就是说 你们说是找不到工作 他的看法就跟你不一样 他说不是找不到工作 是你找不到那个离家近 挣钱多又不费事的工作 你不爱去做 他说 因为在北野武那种战后年代生长的 我发现他的心里有个底色 就是人生是残酷的 人生是残酷的 二战之后的这个日本的 炸成一片废墟 他说 每个人每天都准备去死啊 当然要饿肚子 那么他就在那种情况下 因此他就说 说现在不是说日本什么产粮少了 粮食供给不足啊 他说那你真是 是饿肚子吗 是吃不上食物吗 为什么不到村里当农民呢 自己种的自己吃 粮食不也就生产上来了 你看就是在他的这种人生观 价值观看来 人想活着 那是一种动物的这种本能 然后之后呢 你又往前进取 但是我现在说的啊 就说今天的年轻人啊 其实已经不是像北野武童年 那个年代就所谓啊 活着都活不下去 饿就饿死 他不是那种状况 他相反啊 他是另一种状况 你看那天我听一个 河南来的一个中医啊 那就是讲 他就讲他女儿 我一下子我就感觉到 什么佛系啊 道系啊 或者今天年轻人 给自己找出种种自我消解的这些说法啊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心里很难过 你知道吗 我觉得孩子们累了 真的 他就讲 他说你知道河南大学 分很高的 他说我那个女儿 每天早上四点起床 我的天哪 我也是参加我高考 我可每天早上四点起床 他说学校吃饭 只给半个小时 午饭 晚饭 晚饭只能半个小时 啪啪几口 啪完半小时之后就得回到教室 然后这到几点呢 到十一点 你早四点 孩子 他是读什么 读中学 高中啊 要考大学 要考大学 但是他说你也没办法 那高考到现在也是唯一的 你要说他不公平 没有什么比他更公平的 那你怎么办 其他都是更不公平 对 就说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啊 太累了 你看 然后这个老中医又讲 他说那高考考上大学 又怎么样了 考上大学毕业了 现在他说 那个时候你们上大学 毕业就意味着有工作了 现在上了大学毕业 也不一定有工作呀 那不就还是在这种背景下 你要知道 所以他会产生一种 我就觉得 好像生命力都 其实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全世界都是 那美国不是更严重 对 美国的贫富差距 对 过去十几年没怎么改变过 而且还在逐渐拉大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年轻人觉得 那我还争什么呢 我要花多大的力气 才能去争到一个什么 名成立就的机会 于是他自然会疲倦 你会累 但现在呢 正好过去几十年的价值观 又告诉我们 这种疲倦 是有理由支持的 就过去 你上一代 北野武会骂你不像话 说你们这么累 我们当年不是比你还累 但是现在 比如说二十年前 不是开始讲 不要只讲GDP 还要讲快乐指数吗 那大家不都羡慕不丹吗 你看那些不丹的 和尚们多好 也不抽 也不中 也不吃 就像天上的飞鸟一样 人家一样活得很快乐 那为什么不能那样子呢 那什么叫快乐呢 我拼那么累 我是为了什么呢 那什么叫做幸福的生活 好生活呢 我们正好过去二十年 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 来支持你 今天做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是 北野武那代人看不上的 那种选择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去争了 我也不去抢了 我现在能够 让我今天生活下去 而且我活得 我觉得我自在 舒服 那就够了 这有不对的地方吗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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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